在昨天你有没有觉得很闷热呢 这中午的温度啊 北部地区可是在33.3度 而到了南部呢 33.1 今天的天气状况来说呢 跟昨天不一样了 第一个温度会略为下降 因为最主要云层量偏多 第二个呢 要下雨了 所以你如果现在还没出门 你不要看看外面 阴天就不带雨伞哦 因为最主要 今天中部以北的降雨会比较明显 我们就来看一下 准备出门的户外天气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天气状况来说呢 中部以北现在是阴天 温度的感受上来说呢 现在还蛮暖和的 因为最主要呢 是吹着偏西南风上来的关系 北部现在的温度呢 是在26度 到了中部28度 南部地区也已经在28度了 东半部地区的温度现在是25度 现在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说暖和 但是再来呢 降雨的形态来说 中部以北将要增多 外岛地区 马祖金门现在已经在下雨了 澎湖现在阴天 今天封面接近 降雨要增多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云层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有些云带进来 相对的 在北部地区 只有一点点零星的短暂雨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哦 这封面现在已经到了台湾北部海面了 那在封面带上呢 有一些对流的云层 可以看到 像在广东广西的外海 这边有一些对流云层 另外呢 就是在福建这边有一些对流的云层 这些云层呢 在像今天白天的时候 已经逐渐的接近 像现在呢 有些云层已经接近到台湾的 苗栗 新竹 桃园的海边的部分了 等一下这个云层再进来 就要开始下雨了 所以要提醒您 第一个带雨伞之外 雨区行车 注意安全 接着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看到地面天气图 当然来看一下北方了 北方没有明显的高压系统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 北方的冷空气强度并不强 这次的封面呢 不会像前一个封面一样 会到达巴士海峡了 因为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北方高压不强的关系 这个封面会逐渐难移 接近到台湾的上空 之后呢 在南方的太平洋高压势力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会开始牺牲 太平洋高压势力一升过来 封面又往北移动一点了 所以我们的降雨形态来说 今天会比较多一些 明天呢 会有些雨是在中部以北 南部只有零星的短暂雨 那到了后天呢 降雨的形态来说 还是以中部以北为主 等到礼拜天呢 封面到了台湾北部海面之后呢 只有北部有零星短暂雨 到了中南部呢 天气好转 只剩下午后正雨 所以这次封面影响 带来的降雨形态来说 也没有非常的多 但是要注意的是 局部性的大雨的现象发生了 那今天呢 会比较明显 就来看看温度的预测了 先注意到天气形态 中部以北伴随着有正雨 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所以提醒您今天外出的时候要注意 还有一点户外工作的朋友 像在桃竹苗海边部分 等一下云层进来的时候 甚至伴随着有打雷的现象 户外工作要小心了 南部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的发生 中午高温呢 可以看到全都下降了 北部在28 南部地区到了30度 而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会有正雨 花莲台东只有零星的短暂雨 倒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山区的部分都容易会有雾的状况 因为今天的云层高度比较偏低的关系 所以小丁宁给您提醒两件事情了 第一个会下雨 记得外出要携带雨具 第二个山区有物 行车注意安全 现场交还给赎分